就老是骂骂骂骂的孩子没有了自信 我不会的 以后我和老师一定会陪着我儿子玩泥巴 昨天那个就是我把花槽认在一部分的视频嘛 然后突然引起来很多朋友的这些质疑啊 把我吓走了 我本来拍这个视频想着说大家会夸我 为了儿子就不要自己羡慕的食物了 或者是大家会夸我 你看他儿子 他儿子多年他呀 他应该是付出了很大很大的爱心 结果没有 都是那些质疑我这个溺暗孩子啊 或者是花草 为什么把它专掉这些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而且带你们来参观一下我的花园 但等我喝完粥把孩子哄碎一些 他差不多要睡着了 我刚搞完胃生一生汗 已经洗干净了 然后来被我孩子哄碎 给叔叔阿里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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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这个 拿这个 其实他很乖很乖的 我跟老小郎的早餐一般都是没干菜 要不就是卤 现在没有吃那个卤不干的 然后配点稀饭 我碗都还没放 他就睡着了 我的乖乖 这个房间我每天都会打扫得很干净 所以宝宝就睡在这个地下 下面有一个很大的防草垫 所以不用担心湿气的 然后这是个软膝来的 每天这个时候我是最轻松的 搞完卫生怕睡着了 那我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一楼的这些绿纸哦 所以有朋友说你把它围起来 其实我有围了 看 这一部分是我把它围起来的 因为这些它生长是很需要时间的 这个都是十几年了 叫做玉麒麟 那这些 我都是舍不得扔的 那这里面 它现在是其实也是经过我几次的淘汰 刚开始种三角梅不行 阳光不够 拔掉 然后又种那个主体香 发现也不行 因为它老是钓了一些花和叶子 最后我才选择了种茶花 非常好 它不钓叶 然后一年有两次的新种茶花的时间 那这些你看 这些都是 它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垃圾 它也不怎么钓叶子的 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做个交代 太多朋友 这个想不明白 我为什么把花都扔掉了 其实只扔掉了三分 你看这个 这是我们从深圳 这个出租房的楼顶捡回来的一个叫做巴西铁 这是捡的 然后一直一直咬 它的时间应该快有八年的时间 所以我舍不得扔的 是放在了这个角落里面 然后大家看我剪掉的那个是九里香 看到没有 我这边上放了一棵 然后我这边也放了一棵 因为我总共有四棵九里香 我留下了两棵 就树心比较好的 还有两棵其实我把它扔掉了 因为它们经常会落叶落花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我村里的九里香之王 也是我全村布满九里香的这个母本树 真的 应该是几十年了 最后人家呢已经搬出去住了 所以它就在这儿 然后由此它诞生的子子生生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家看那个里面没有 我家里的九里香 就在这里 就随便拔一棵回去 你一养一剪 它一年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大很漂亮的九里香 所以我把那两棵九里香 没有把它保存下来 就是想 万一以后我要的话 我可以随时过来取 以后我和老师 陪着我儿子玩泥巴 所以不要误解 我不让我儿子抠花土 来看一下 玩过泥巴的人都知道 这不是泥巴 这是花土 花土里面会有什么 会有很多的虫子 而且我儿子是 只要抓到里面的这些石头 它就往嘴巴里塞 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才不要它 不是不让它玩泥巴 玩泥巴它有专门的 那种很黏的很干净的黄泥巴来玩 大家这个都知道吧 我从这儿也是玩泥巴高手啊 这个一定要讲一下 所以大家看视频的时候 最好看清楚了 不要觉得我矫情 不让儿子玩泥巴 玩 必须得玩 我再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二楼的花园吧 看我这楼上其实已经 这些其实已经多了 真的非常多了 所以我今天也是打算 把多肉做一个精简 把一些小的就是 还一些多余的都送到 这个地席那里去给它养 那这些三角妹 说实在的都多了 真的多出来了 这里其实留个三盆三角莓就够了 但是我舍不得 因为三角莓的颜色有几百种 我总是想去多几种三角莓的颜色 是吧 发挥伊布达里 满地都是叶子 大家看到只是漂亮的一面 那样三角莓真的落花落叶 打扫会是很头疼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的喜爱 我还是把它保留下来了 你看那叶子捏了 三角莓在秋夏 是天天都要浇水的 稍微懒一点都不行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美丽的家园 你就必须要去付出你的勤劳 每天清晨推开窗户 就能看到花跟一望无际的田野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所以我养这么多花花草草 一般人不能理解 但是老肖说的 养花跟不养花是生存和生活的区别 对不对 是生存和生活的区别 就是我们是想要把它过成一种生活 而不是仅仅是为了吃饱 所以能理解的就理解 不能理解的 姐姐也解释不清楚了 还有一个事情 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再次来说一下 就是关于我恋爱孩子的事情 我承认 我真的对我孩子 会比一般的母亲要多几分的爱 但是昨天的视频里面 我孩子找不着我 她哭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孩子被她爸爸骂 我 问了一句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 如果说我孩子被爸爸骂哭了 我听到了 但我不理不睬 你们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合格吗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哭了 所以我问你是怎么了 就很多朋友觉得我怎么怎么着了 其实不想反驳太多 但再次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事情 就是很多的父母在外面 也真的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 对不对 但是我也是普通的打工人 他们在外面或许是说 是唯悔诺诺的 就是没有办法去发现自己的控制欲 和权力欲 对不对 很多父母把这两种欲望 加在自家的孩子身上 所以看到很多父母 在外面他是不敢出生的 一回到家里面 在孩子面前 他觉得他是至高无上的皇上一样 控制着孩子 然后骂 打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真的见过很多这样的父母 包括 我老肖也是这样一个受害者 就老是骂骂骂骂的孩子 没有了自信 我不会的 我不会把我的控制欲 和这个权力的欲 放在我孩子身上 但是我跟大家坦白一件事情 我曾经把控制欲加在老肖的身上 结婚前面五年 我真的控制欲对老肖很强 因为我那时候老肖很帅 很讨女孩子喜欢 我就老是担心 老肖是个会嫌弃我年纪大了 然后会不爱我了 老想把他控制住 但是很累 我也累老肖也累 所以我想通了 唉 大不了嘛 一个男人嘛 是吧 我做好我自己 你要你要不要就算了 你要对你有信心 对 要对你有信心 其实所以我们才能走到今天 就是我们彼此不再控制 这样会轻松一点 但我觉得父母也不要把这种控制欲 加在孩子身上 很多父母觉得对孩子呼呼呵呵 打打骂骂 他觉得是对孩子好 不好意思 那只是你自己的对权力的一个欲望 控制欲而已 真正的我们是什么 孩子在我们这里是什么 他是一个安全的温暖的港湾 我们要给他更多的是爱 而立规矩是立规矩 但绝对不是打骂 置之不理 如果你们觉得心理爱的话 那等三岁以后 你们再来骂我吧 我接受 得了吧 当时我们刚带遭雨 有多少人说我们怎么带孩子 我孩子刚刚回来的时候 就有人说 我们不会带孩子 宁爱 从宁爱其实已经说了一年了 不是宁爱的问题 是带孩子的问题 带的不好 嗯 这不应该这样喂 那不应该这样哄 嗯 但其实大家都看到了 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喂 其实现在我孩子长得还不错 所以大家看得到 赵雨长长得怎么样 而且我孩子抵抗力很强 我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好的一面 不要去 我讲有时候觉得真的是挺累的 真的挺累 百家米养百种人 不可能全部一样 但是还是跟大家感谢那些支持 和理解云洁的人 做这个视频就想要解释一下 因为太多朋友质疑我把花扔掉 有很多朋友觉得我宁爱孩子 我爱我的孩子 但我一定会给他立规矩 让他做一个 让人不讨厌的孩子吧 好好啰嗦了 拜拜明天见